我要請韓濱哥幫我們來帶回一下 在很多人大家的反應了 像昨天第一時間剛剛講到的 擄人勒贖然後撕票的 當然大家就會想起白曉燕案 那白冰冰昨天也特別提到了 他覺得政府該做的事情很多 可是整天怎麼都在替死刑犯來說話 是什麼意思 你們領我們的稅金 可是卻來殘害或陷害我們的生命 昨天第一時間大家也問到好多不同的受害者家屬 那裡面也包含了像陸正的父親陸靜德 他也提到大法官撈過界了 政府是非還有黑白都是不分的 尤雲龍老師看得很透徹 但他也把這民黨政府 也許不想被說破的話給說破了 他認為這是一個有智慧的視線 一方面是朝徹底的廢除死刑 目標邁進一步 那但是另一方面當然也有顧及且滿足 廣大社會人心之所欲 對啊他講出來的大白話 就是你正在朝向廢除死刑的目標 更進一步不是嗎 韓濱哥 何先生你講的對 其實以現在來說 就是要判死刑就比大樂透還要難 比中魏力彩都難 因為你魏力彩大樂透 好歹幾個月會有一個人中頭獎 我們剛剛陽明不是告訴你們嗎 五年才判一個死刑 對啊所以絕對比魏力彩大樂透都難中 那再來呢 其實我覺得大法官昨天這個判決很好笑 好笑在哪 陸正的爸爸講的沒錯他們撈過界 為什麼 你大法官只有解釋憲法的權利 你沒有立法權耶 你在講什麼啊 你居然下指導期 你應該這樣這樣這樣立法 應該要通過這些什麼門檻才能夠過 狗屎啊你這些大法官你憑什麼說這件事啊 這是你的職責嗎 所以原本的三套劇本才對嘛 你只能宣布核線外線 或者是有沒有有條件的嗎 你可以宣布某一部分核線 某一部分不核線都可以講 或是全部違憲 或是全部核線你都可以說 但是你沒資格告訴人家 應該要立什麼法 你哪有這個資格 你憑什麼去規定說 一定要幾個法官審核 一定要什麼 這不是你的職權耶 你在講什麼啊 所以我覺得這根本就是一個 無效判決 因為大法官根本撈過界 你在說一些你根本不可以講的事情 這不是你的職權 你沒有權利做這件事 所以我覺得這個 這個就是一個垃圾 你知道嗎 可以直接可以扔了 那但是問題是很明顯的 這些大法官為什麼要這樣做 第一個怕得罪人 所以我兩面討好 我假裝沒有違憲 可是實際上 他這樣子設下這些門檻的意思 基本上就會告訴你死刑不用想了 永遠不會判死刑 基本上就這個意思 所以要怎麼改變這個東西 只有一個辦法 就是要把民進黨拉下來 以後 由其他的政黨提大法官 然後重新再來釋憲一次 只有這樣 只有這樣子啊 老實說 現在我們大家將心比心嘛 大法官都做了這麼荒謬的解釋耶 你今天如果你是法官你會怎麼做 我當然我幹嘛自找麻煩啊 我以後就不要判死刑就好了嘛 對不對 我幹嘛自己找罪受 所以以後沒有人會判死刑了啦 根本不要說什麼 九個法官一致同意 我跟你講一個法官都不會判 無所謂 或者有一些 比較取巧的法官是什麼 反正我知道你不會判我判 因為只要有一個人 不會判就結束啦 對不對 九個一頭重一個就結束了 所以我們以後就亂判 然後大家都不負責任 這就是這個大法官的 釋憲的結果啊 抽籤 今天輪到你 也可以啊 反正九個裡頭只要有一個不行 就結束了 我們九個法官大家抽籤 看誰中 所以 這根本就是兒戲嘛 我覺得 藍軍是不是 或是在野黨 你們是不是要去釋憲 這個大法官的判決違憲 對啊 因為 這個大法官根本做了一個 他不該做的事情啊 你可以告訴我違憲 哪裡違憲 或是哪裡合憲 這些都你可以講 可是你憑什麼 告訴我應該怎麼做 要定遊戲規則 對 你沒有資格做這件事 所以趕快去 申請 釋憲 解釋 這一次的判決 根本就是違憲判決 我想要先請教韓兵哥 其實在這個禮拜的初期 剛好在一個餐序上面 跟朋友聊天的時候 唯一位在綠媒工作的朋友 就跟我透露說 因為那時候還沒有這些判決結果 他們就說 他們已經有聽到 民進黨內的風聲啦 就是提到 其實賴清德任內 是一定會執行死刑的 那聽完之後 其實我老講也沒有太意外 我只是說 那那個執行死刑的時間 一定又特別的關鍵 也許又在 不管是地方選舉前 或是在下一次大選之前 你認為他任內 會果斷的有執行 任何一期死刑嗎 我先講 剛剛你在廣告前有問了 就說那個什麼人權團體 又在那邊講說 詹森林 詹森林 對詹森林又在講說 說什麼 那個廢死沒有辦法有效 沒有 死刑沒有辦法有效 遏止犯罪對不對 詐人 你鬼扯 我死刑至少有效遏止 這一個人犯罪啊 我讓他再也不能犯罪了 我至少可以說到這一點嘛 對不對 然後我昨天看到人權團體 在那邊講說 說那個 這個人權是不能看民意 人權不是有民意決定 狗死 所有的人權都是民意決定 是啊 請問一下 沒有民主沒有民意的話 你怎麼會有人權 你真的以為人權天賦喔 天賦人權 早就被證實是個謊言了啦 哪有什麼天賦人權 本來就是爭取來的 是我們制定的這個社會 有了這個制度之後 才會有人權 不然的話哪有什麼狗屁人權 所以這些人權團體 根本就在鬼扯 那賴清德會不會執行死刑呢 其實我認為會 我也覺得 為什麼 因為其實賴清德 對他來說 其實第一個何能不是他的神主牌 Face也絕對不是他的神主牌 Face也不是他神主牌 賴清德不是這種個性的人 對啊 所以 對賴清德來說 只要他施政出了狀況 然後這時候 需要一個強行爭來挽回民意的時候 他就會去 對 因為其實我自己看 他最在意的幾件事情 就是第一個 2028一定要連任 再來頂多台獨 可能還算是他的神主牌 其他為了民調 他為了民意萬事皆可跑不是嗎 是啊 我跟你講他最近連台獨都丟了 前兩天不是在跟民進黨的人在講說 我們現在這些什麼什麼全部都不是 台獨 連台獨都不是神主牌了 現在神主牌叫民主民主民主 我真的是雞皮疙瘩掉以地兒 星巴拉的鑰匙 這個人在跟我講民主的笑死 這個人 你真正賴清德想講是獨裁獨裁獨裁吧 民主人名你個頭 但是問題來了 就是因為賴清德是個獨裁個性人 所以我對他有信心 我認為只要他施政狀況一不佳 他應該就會去執行死刑 就是這樣 基本上死刑犯現在變成共品 變成祭品你知道 對 你看蔡英文那個時候 不是也是拖拖拖拖拖好久 到最後施政狀況不佳 就彷掉一個 就是這樣子 現在就變成 只要施政者無能的時候 這個時候死刑犯 才有被解決的機會 我記得只有鄭傑是人神共憤 一定要立刻加速處理 鄭傑還是馬英九敢在他卸人前 把他幹掉 如果馬英九在卸人前 沒把他幹掉 鄭傑不知道什麼時候 搞不好現在還活崩塌掉 我講實在話就是這樣子 所以這真的是非常糟糕 在台灣整個刑法 已經扭曲到現在這種程度 真的感覺讓人家覺得非常噁心 我也感謝一下觀眾朋友 我們的斗內 這個是我們的侯錢良的斗內 有貪污罪也無法嚇阻這個貪污 那貪污要不要廢 對不起台北哥你可以補充一下 你剛跟我們講 因為貪污罪我剛想到的是 最近就是青年起跳 可是台北哥剛跟我們分享了一個 他小時候的小故事 就是有一個人去外面 偷吃了一顆滷蛋 有一個人肚子很餓 那時候我小學的時候 印象非常深刻 有一個人肚子餓得要死 結果就看到那個 人家在路邊麵攤吃麵 結果他實在餓到受不了 結果去拿了一顆滷蛋 結果他在拿的時候 那個老闆有伸手阻止他 可是他因為實在太餓 就把那個老闆手甩開 就把那個滷蛋往嘴頭吞 然後那個老闆就報警 現刑犯嗎 現刑犯了報警 報警之後那個人也知道 這個一定被抓 他也沒有抵抗 他就說我真的是肚子很餓 真的拍誰了 然後可是因為老闆有阻止 所以這叫搶奪 這不是偷喔 差在這裡 所以這是搶奪 搶奪判十年 十年耶 是 你知道我小的時候 因為當時動員看那個時期 當時動不動就十年以上重罪 你知道當時如果你被懷疑是匪諜 基本上槍斃 就是這樣 他只是懷疑而已 他不見得會有什麼證據 基本上就是槍斃 然後只要截火搶劫一律死刑 然後軍人 強姦這些東西全部死刑 就是這樣 當時的刑犯就這麼嚴格 我不敢說當時社會資產比現在好 但至少那個犯法的人 我們不用再擔心他會再犯法 就是這麼簡單的事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光源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合護您 合護前家人 專屬您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